小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莫哀 关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书籍照片 我也看了一些 但是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 有这么大的冲击 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野兽般的行为 中国人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身为一个中国人 不管在海峡哪一边 都应该自立自强 对于来自外面的清零 要勇敢地抵抗 我们带学生来的目的就是 希望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就可以了解一些 也许我们在台湾了解不够的部分 然后作为自己往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按赞 Guid喜öyle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, 李宗盛 你怎么能够见的